民眾耳熟能詳的子暴以後要換個磁了 環保署宣布1號開始將把現行的空氣污染指標 PSI跟PM2.5的濃度整合成為新的AQI空氣品質指標 讓空氣品質對民眾健康的影響跟預警更具體 PM2.5嚴重 紫色了 子暴 子暴 大家都這樣講 那現在的話35我們就開始讓民眾去注意了 再來紅色的旗 大家民眾都要注意今天的空氣比較不好 以11月19號為例 當時PM2.5的數值在北部屬於綠色的良好等級 但如果按照新型的AQI就已經來到橘色 對敏感族群不良的範圍提前預警 而AQI的等級分類 從敏感族群不良的集聚 在網上分布為紅色 紫色 最高有害等級則會是赫紅色 數值將會高達300以上 像以前的PM2.5的紫暴 只是落在新的AQI數值 就會落在紅色 對所有族群都不良的等級 環保署表示 新的AQI指標還會納入臭氧數值 讓民眾更能小心預防 雖然有環團批評過往的紫暴提醒 早已讓民眾建立防範的心理準備 多增加不同的等級只是在粉飾臺灣空污不良的問題 但環保署信心滿滿 強調AQI的指標屬於國際的趨勢 可以更全面得知即時的空氣監測訊息 也能讓民眾對於如何避免空污傷害跟有感 U電TV謝忻友善話 台北報導